温水是关中大地上的一条著名河流 因为这条河流的存在使得关中土地肥沃无比 得以养育数百万农民 这条河水与中国的精水一起构成了古老的关中秦文化 繁衍出来的秦朝、汉朝 隋朝和唐朝这些让中国人骄傲数千年的繁荣帝国 但一个朝代的兴衰是具有起伏性的 即使强大如唐朝曾经也面临着战争威胁 早在唐朝开国之初的时候就曾经被突厥威胁 签订了屈辱的渭水之盟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626年8月9日 李世民登基 此时距离玄武门之变仅仅过了一个月 东突厥杰利克汗探知消息后 认为李唐发生政变 新皇登基 局势不稳 这是难得的进攻机会 于是在归附突厥的汉奸良师都劝说下 亲率十几万铁骑向唐朝边境发起进攻 突厥大军先进攻荆州 随即逼近武功 作为老牌军事家 李世民当即就意识到 突厥此番行动的真正目标是长安 于是立马宣布长安戒严 同时任命玉池公为荆州道行军总管 开赴前线 抵御突厥 突厥在武功稍作修整后 其前锋进发至长安以北的高陵 并对此地发起进攻 随后在进攻金阳时 与玉池公发生激战 玉池公不愧是一员猛将 这一战大破突厥前锋 斩杀一千多人 俘虏突厥将领阿什纳没错 但一场小胜 并不能阻挡突厥十几万铁骑的步伐 在8月28日这一天 杰利克汗亲率大军抵达渭水汴桥北岸 兵临长安城下 但杰利克汗并没有急着进攻 而是派出心腹直师司力 进入长安探庭叙使 有了十几万大军撑腰 直师司力见到李世民后 立马用一种趾高气昂的态度 对李世民说 杰利突厥二位克汗亲率百万大军 现在已经到你的家门口了 很明显 这是赤裸裸的恐吓 威胁 但李世民可不是宋朝的那些皇帝 恐吓这种手段 对他的效果要大打折扣 李世民当场大怒说道 我与你们突厥克汗 曾当面缔结盟约 先后馈赠给你们 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如今你们克汗 竟然背弃盟约 引兵深入 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直师司力还没来得及回话 李世民又怒斥道 你们虽是荣敌 也该有颗人心 怎么能忘记我国的温德 还敢大言不惭地自称强盛 今天我就先把你砍了再说 眼见恐吓不成 自己的脑袋就要搬家了 直师司力当场就慌了 立马跪下大喊饶命 这时 在场的大臣也趁机劝说 以不斩来时为由 劝说李世民放了他 但李世民并不准备放走他 而是把直师司力囚禁起来 此举其实是李世民退兵计划的第一步 而另一边的杰利可汗 一直在苦等直师司力的消息 可万万没想到 却等来另一个惊人的消息 大唐皇帝李世民 要亲自到渭水桥头与突厥可汗单独谈话 杰利听完当场就猛了 李世民这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 会不会有诈 但如果不去 岂不是被人耻笑 于是杰利答应了李世民的邀请 随后 李世民亲率高士连 房玄陵等六个大臣骑马来到渭水南岸 向杰利课汗隔阂喊话 则被突厥背弃蒙约 就在杰利满脸猛逼的时候 李世民身后突然惊奇遍布 到处都竖着大唐军旗 还有无数铠甲反光产生的光芒 看到这一幕 又联想到直诗私利有去无回 当场大惊 紧接着 李世民命令所有人后退一段距离 就地待命 自己单独留下与杰利谈判 这场谈话没有任何第三人在场 两人究竟谈了些什么 没有人知道 大臣们唯一知道的是 他们见证了奇迹 因为第二天 突厥就派人请和 双方斩白马盟示 在节友好 突厥人随即退兵 虽然没人知道他们谈了啥 但后续李世民自己透露了一些内幕 大臣萧宇满脸不解地 问李世民到底咋回事 李世民则说 自己在此前已经探知突厥这次大规模入侵 就是为了打劫 勒索更多钱财 并没有攻占中原的企图 所以 只要双方谈好了价钱 突厥自然就退了 其实 直诗私利是破局的关键一步 李世民之所以探听到突厥此次并没有攻占中原的企图 就是因为策反了直诗私利 从而获取了重要情报 而把直诗私利囚禁起来 是一兵之计的第一步 此举是向突厥反示威 让突厥明白大唐皇帝并不怕他 李世民曾经对大臣说过自己的考虑 突厥人正式探听到大唐新皇登基 政局不稳 才赶跑来打劫 如果向对方示弱 闭门聚首 突厥就会真的以为大唐兵力空虚 反倒会大肆进攻 到时候长安一带免不了被截裂 所以由皇帝本人单骑出去与突厥可汗会面 以显示不把突厥人放在眼里的心态 同时在周围遍布大唐军旗 全副武装的士兵 显示决战之心 这一切必定出乎突厥人的意料 他们必定认为唐军早有准备 所以皇帝才敢大摇大摆地出来 突厥人虽然兵力强大 但深入中原腹地 看到大唐兵戎强盛 必定惊惧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谈判的时候有了筹码 可以武力喝止突厥在谈判中开天价 还能争取主动权 尽可能少给点 让突厥退兵 按理说 大唐皇帝亲自使用移兵之计 退了突厥十几万大军 应该是一件高兴事 怎么成了耻辱呢 这正是李世民的痛点所在 其一 南征北战 无一败继的李世民 竟然被人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是他内心的耻辱 李世民是一位敢于骑上马 亲自到战场冲杀的军事家 想当年 李世民攻灭王世冲 窦剑德之类的枭雄 从无败继 如今突厥人兵临大唐首都长安 作为皇帝 明明有一战之力 却不得不妥协 签订城下之盟 要知道 以李世民的能力 真要固守长安 召集周边的唐军 与突厥大打出手 他是有胜算的 李世民为什么要屈辱妥协呢 不是因为长安守备空虚 而是李世民刚刚发动玄武门事变 仅仅过了一个月 登机不足二十天 证据不稳 此时 李建成 李元吉的党羽 依然是个威胁 比如罗毅 李怨等手握重兵的大将 都是太子党成员 如果贸然与突厥开战 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完的 而李唐国内的反对势力 很可能起兵反叛 到时候就很难办了 万一这些人 再与突厥勾结在一起 这战争估计要打很多年 很可能刚刚统一的天下 再度陷入分裂 这些能从根本上威胁到李世民的统治根基的 才是他没有公开表明的原因 至于天下刚刚完成统一 国力弱小 难以与强盛的突厥大战 这其实是次要的原因 其二 赔钱也是耻辱 如果大家听到割地赔款 这样的词汇 第一印象肯定是屈辱求和 妥协之类的耻辱事件 同样的 突厥人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挑李世民刚刚登基不足20天的时候 兵临大唐首都长安城下 还迫使大唐刚刚登基的皇帝李世民 和他们牵城下之盟 赔了很多钱 这不够耻辱吗 突厥退兵后 送来三千匹战马 扬上万头 李世民却拒收了 他不要这些东西 而是要求突厥人 把在中原截略的人口归还 可见 当时在战乱中建立的大唐 人口损失还是很大的 李世民作为大唐一代战神 从无败尽 明明有能力与突厥一战 却迫于内部不稳 而不得不接受突厥的城下之盟 赔款了事 表面上 是李世民用一兵之计 退了突厥大军 实质上 是突厥人不给大唐新皇帝面子 不仅兵临首都城下 还逼着皇帝签订不平等条约 这对于常年征战 未尝一败的李世民来说 绝对是其耻大辱 事实上 李世民只忍了三年 突厥人退兵后没几天 李世民就召集进军将士训话 鼓励军队士兵居安思威 不要忘记突厥人是大唐的威胁 还说 和平时期 朕就当你们的教练 带领你们练兵 如果突厥入侵 朕就当你们的将军 带你们打击突厥 随后他便将显得殿当作靶场 每天训练士兵骑射 亲自主持考试 凡是成绩优异的 统统给予奖励 唐书之中记载李世民这一次是空府库 才满足了突厥人的要求 按照后面侦冠盛事之中 唐朝一年的总收入是3500罐左右 那这次刚刚建立不久 应该在2000万罐和2500万罐之间 因为玄武门之变发生得太快 许多地方收入没有及时收取上来 所以空府库应该是唐朝李世民 赔偿了突厥军费500万罐到1000万罐左右 当然以上都属于估算 唐朝君臣在渭水之盟后三年就一雪前耻 灭掉了东突厥 唐朝渭水之盟的教训告诉我们 耻辱不可怕 可怕的是造成耻辱的人忘掉耻辱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